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这盘棋呢 是这个范婷玉对王兴浩 这两位上海机器手 而且很巧说 他们都是这个刘亦一老师的这个学生 是吧 感觉有点像同门师兄弟的 这个感觉 王兴浩要小一些 范婷玉是大一波 对 师兄 我看到了这今天的四盘棋 四盘对局 那么王兴浩呢也是 本届这个渠州乱科杯年龄最小的棋手 而他好像是持外卡陈赛的 所以成绩不错 你看这个前两轮是两年胜 进入了八强 上一轮王兴浩是战胜的杨鼎心 所以上轮这个前两轮之后 我们目前等级分前五的棋手 全没了 我觉得第一轮的时候 就输了四位 谢科 科捷他们好像第一轮就淘汰了 对对对 杨鼎心是第二轮 对 冷门谍报啊 所以现在就是 其实棋手这个差距都很小 感觉这个AI时代 棋手们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 是 是 AI的话 特别是前半盘 大家都谁 现在前半盘你说谁能占到一些便宜 对 挺难的 很难 基本上胜负取决于中后盘 现在这个就是内卷 想赢棋都不容易 好的 好的 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 这个上海两位上海棋棋手 也是一个得笔啊 嗯 对 对 他说范庭玉 这个 这个外号范老板 上一轮好像是 也是一个逆转胜 逆转战胜了联校 对 但是我看这个入选亚运会的几位棋手状态应该都还不错 是吧 因为这个范婷玉也是亚运会选拔赛也是表现特别的好 对 当时大家就说因为他和杨炳心都入选了嘛 亚运会选拔的时候也采用的是这个每方一小时的这个用时规则 和农心杯很像 正好他和杨炳心都是在农心杯取得过七连胜的钱 就他可能比较适合这样赛制 但是这个这个渠州烂科杯呢 他们用了这个赛制是每方两小时 慢一点 慢一点的 但是看起来这个范老板成绩也不错呀 是吧 这个慢起他我觉得一向都很擅长 毕竟拿过硬食杯啊 硬食杯这个对不对 很能磨的 硬食杯对三小时还有这个延时发点 对 这个水磨功夫我觉得范老板应该从来没有输过谁 都很强 很能磨 人家说米玉亭那种喜欢越快越好对吧 慢起可能那种 范廷玉的话印象当中他很适应一下的越慢越好 但你看他三小时没问题 都行 很全面的 这个一小时龙兴杯的赛制也很厉害是吧 很全面都很全面 就没事干就飞压两下 应该不亏 然后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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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也都是遇到过的 这种打完长 也是扭十字的时候的一种 最常用的一种下法 对 基本功 一般在计算的时候会先看这个图 先看看这个蒸子有没有力 蒸子有力可能这个就会作为一种首选 因为这个也是非常简明的一种下法 你不能吃嘛 吃我冲下去火 那这个白旗肯定得不偿失 这个就是AB两点建核是吧 就很简单 蒸子和冲下去建核 所以当蒸子有力的时候 一般这种下法会作为一种 首选去思考 蒸子它是拐过的 对 是拐过的 那就真的 确实这个其实还没有办法 只能拐过 可能现在的这个AI这个声率 跟以前我们学定式 还真的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记得 这样也是个定式 然后呢老师告诉我们呢 这个其实要吃上面的 定式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黑旗如果这样吃你就贴出来 黑旗如果拐打 这都是定式 这打完小尖也是定式 这是要吃这个的 老师会告诉我们呢 如果打二路就被针了就亏了 就没有吃上面好 但是你现在来看 这不是一样的吗 我在飞呀 不是你不也得爬 你又不能冲断我 你爬完 不是说飞一个最好的 不是也能下吗 其实像就是有时候定式这个判断好坏啊 是一种经验 是吧 你很难去量化 那个时候是经验 对啊 就是很难去量化它 AI代给我们呢 就是可能 就是给你调整了一些东西 一些靠经验得出的结论呢 现在可以有数据 AI的数据来做一个印证 嗯 AI告诉你这个是可以的 这样也是两分的 是 所以现在很多定式呢 这个优劣呀 这个这个 是不是两分呀 还是谁好一点 很多都是变有变化的 更改了 对 时代却在进步嘛 AI时代了 那个很多东西 要重新学的东西很多 对 包括这个定式 这个AI出现之前 大家都是认为 这些要吃上面的 那么就这个局部来说 下到现在 好像也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吧 如果没有AI的话 我可能会说黑气好 是吗 那我感觉这真了嘛 因为 也是小时候 这么多年的一种 固有的观念 对 就是觉得这个图黑气好 是 就是也没什么理由 就是从小大家都这么认为 就黑气好 约定俗成的 但现在就是 拿AI看一看 胜率是毫无波动 现在白气 差不多 飞脚 对白气就飞脚 飞脚确实大 因为这种气型 如果你不飞 会被飞机飞过来 本身目数就很大 但是你得去做眼了 你这气还是有点薄的 没活嘛 对 如果你要被迫来吃这个 就是 效率有点 效率太低了 对 这滑手气没价值 只是做眼 所以黑的还是 黑的还是想揪白气 还是想不让白气 活得那么轻松 然后它是先这里 手脚 对 这地方我记得 AI是有不同的看法 它实战这个下法 下完之后呢 有一种感觉 白气这个气型 确实还是有点难受 这个气型它得处理 但是呢 它局部 有点走的 不会很舒服 所以AI这一方 提出了一个 我觉得 倒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下法 白气就直接先顶 顶你冲 我就挡住 然后走完之后呢 白的不易 不要去引针 引针的价值啊 它不如从这打出来 这个低感 好像是个俗手 因为打了 你肯定不能粘 那我应该会单提吧 我应该会单提 AI就觉得 这其实出头 这个大 这个对 这个下法 第一感是 是比较排斥的 是吧 从职业的来说 职业器手来说 就有时候会觉得 就是刚才说的 你从经验上来说 你就把它认为 这不行 对 不能考虑 本能的先把它给排除掉 我本来能引针的 我引针在外面 走一个大厂 我现在是 早上放到二路去 我帮你提我 这个是个礼盒外的交换 就是会有 从基本逻辑上来说 有点不同 所以第一感是俗手 对 但是你真像是这样 你让我仔细静下心来看看 我是 我觉得AI说的有道理 这个 因为它这个地方 不光是这个出头的价值 主要是这地方 把这一块气 彻底着处理好了 对 就不用去下一些 效率低的东西了 其实可能会比 去沾脚 比这个单纯的 大成要更高 因为你单纯你引针 黑旗提掉之后 黑旗这个配合 是很不错的一种配合 是 本身这出头 把这空拳破了 就挺大的 关键是它 这个飞出来 是和自身的 这个眼位是有关系的 对 根据有关系 而且虽然拔了 但毕竟也没活干净 将来我说不定还能 你还得小心点 就是当它飞出来之后 这个拔花好像 没那么厚 对 这个厚度要打折扣 你不自我将来就走飞出来 你这 很容易就变成孤起了 但是说实话 要下这个棋 也是 在AI AI是在前 要下这个棋 也是需要勇气的 就可能没有往这么想 包括对局者 因为这个棋 我估计大家可能有所了解 但是可能没有算到 研究到那么后边的话 它很难在对局当中 去下出这样的棋 因为有点像盲点 是吧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 没有感觉 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小时候老师的教导 我们学棋的过程当中 是不支持这个下法的 对 我有引针不引针 我去爬二路 不支持啊 但是真的是下出来的话 我一看 我第一感要看 我觉得效果真的挺好 就就我 如果这两个图跟实战比 我是觉得这个好 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 目前的这个一线的高手 实际上 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很很大的一段路 还是在就是AI前的 那肯定啊 是AI前的 也许再过十年 也许十年后的棋手 他们的这个风格 就完全是和AI是同步成长的了 那肯定 AI是作为最主要的训练 内容啊 这个像范静玉 王新浩他们 之前 反正还网练嘛 那时候 其实也算是一个时代 网上训练 是作为一个 最早我觉得是 陈亚叶他们那一波 陈亚叶开启的 对 像我们那时候就 都没有 就是训练期面期嘛 就靠面期 然后大家 我们那时候是主动 注重摆棋 大家 扎一堆 一块研究 一块研究 那时候 确实也研究很多 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飞刀啊 很多东西 都从那时候流行出来的 新手新型啊 对 那时候喜欢一堆 起手扎堆 研究各种东西 研究变化 后来呢 就是大家都看到 网上下棋 订得特别多 是 然后再到这个 现在其实AI百棋多 这个也是时代的变迁啊 好 接下来呢 这个黑棋提了之后 白棋这里要处理了 它是顶 对 它这还是要顶 还是要顶 你不能太难受了 你不能往回退 对吧 你很想顶 对 但是黑棋现在 接下来冲的时候 黑棋肯定要冲嘛 你黑的也不肯 让白棋挡住 这个气形就有点好 而且气有点紧 黑的要长一气 这是我没有想到 白棋会拐在桨上 这就是他引针的时候 他想好了 或者也是说 引针所带来的一个弊端 他这时候 如果挡住 被黑棋挡住这个的话 你这个 白棋的下一手 真不知道在哪 你还没活 你这个将来 你将来被黑的一瞻 局部就是死的呀 黑的冲完一瞻 局部就是死的 那你总不能说 我在这提一个 提一个活 虽然活了 而且效率很低 而且外面还欠着东西 还欠个断点 就很难受 这个旗形就很不舒服 就不知道往哪下 你捕断 你说正常捕断 我们是不是第一 敢往这跳 那你跳的话 人家沾一个视线手 你还得再补 这里称到一瞻 这边是假眼 下面只有一只眼 对呀 局部已经死了 你还得再补 那这个效率就没法看了 所以这个旗形非常难受 就是刚才 AI为什么说这个图呢 我觉得它的很大的 一个核心问题 它就是解决了 自己难受的点 他让自己这个 就处理的非常好 对 就不会面临现在 类似这样的一个难局 实在 范天玉呢 也是解决了这个难点 所以他选择的是 这种解决方法 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但是我觉得 这个解决的方法上来看呢 我是觉得黑旗 是有点厚了 对 这样的话 白旗通过转换 是吧 先把脚安定了 脚安定了 但这个黑旗 其实这个损的很有限 或者说 你可以算它几乎没怎么损 因为本来这个挡是后手 我有了这个之后 我挡一个是先手 其实也能弥补回来 这个损失 你就完全可以理解成这样 就相当于黑旗 在这冲一个 你不挡 你往这间冲过来 这下基本上不怎么损 有限 就算损也是有限 损的是很有限 损一木旗 可能就最多了 对 但是这个被黑旗冲过来之后 黑旗外围是非常厚的 比想象中还要厚 因为黑旗冲完旗是先手 这地方一点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断什么都不存在的 因为这是决心 而且它这个厚 我觉得是带着木的厚 它这个有潜力 它这个太高了 它不是说 就是我们历三历四 它这个厉到天上去了 它这个辐射面有点广 对 就是说这个厚实的威力 比想象中还是要大的 这就是 现在在看当时 如果选择这个 拐了飞出来 那么就不会 好薄 是一种逆转 拐完飞出来 你别看吓得很委屈 其实那个图作为白旗来说是最厚的 而黑旗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厚 这个图就感觉之后的作战 白旗会非常的被动 对 现在黑旗是铁后 白旗现在在这一带 如果黑旗随便拆一手 感觉都要成实控了 对 这得限制一下 但是这个选点呢 也比较有学问 它实战是拆三 拆在这 对啊 你再拆太大 又觉得离后室太近 打入显得很严厉 如果拆小 感觉黑的继续围还挺大 是 它这个是一个分寸 但这个拆呢 其实也有明显的打入 它是先背起来 鼻住 这个就是瞄着这个 这就是你敢不理我 我就打你 这个小师弟也是 王兴浩 也是很积极啊 马上打入 这个完全战力 那个我这个后室摆在这 你非要跟我打架 我 我肯定要主动调起战争 不太好办 白旗 现在 走这个 白旗 这两个交换 白旗 我觉得它是一种策略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骑手 它的这个 准盘旗 它的构思 其实是相对要求 是连贯的 比如说刚才那盘旗 我们说李维钦 他下来比较的 积极或者说冒进 包括后来出问题 也是一样 贯彻自己一个 新奇的风格 这个范天玉贯彻的 他就是一个比较灵活 捞 灵活 然后转身 就是不跟你正面应战 就是不跟你正面应战 这个作战的策略呢 我觉得也是对的 因为你正面应战 从道理上来说 黑旗是要更有利一些 所以它其实挺避战的 因为我觉得白旗啊 他可能 范天玉也能感觉到 这个下成现在这个情况以后 不是很好办 是吧 都是连贯的 它这个顶完拐 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转身了 然后这就继续转 对 就一直在转 现在就是要凌波微步 怎么把这个后视化解 但是 但是反过来说呢 作为黑旗来说 你有你的这种策略 但是 你是主动求变了嘛 这是因为黑旗 还是局面占据主动权的 对 黑旗你看下的这个 都是堂堂正正是吧 没有办 都是 都是绝好点 对 这个东西一边攻击 然后封住 这个东西 我们看这个中央的 这个潜力 这个配合呀 黑旗这个配合 真的有点出色 这得试试应手啊 这个长一个挺求稳的 说实话 这个我记得反正 这应该可以扳嘛 扳白旗也不会 要长啊 那做什么 那 做什么 那没旗下 搬我嘛 然后 黑旗还可以下 看着更积极一点 往前走 这个白的确实 说实话 灵活是灵活 但这个旗 我觉得肯定还是亏了 那它是不是还是准备 就脱过了 你现在这个脱过 我搬 你也只有力 对 就是说黑的这个 比这个会积极一点 更好一些 因为看上去 好像效率会高一些 像个好像中复 眼见的是要 所以都是空 空也很大 实际这个是比较稳 它就脱过 它是没有想到去 白旗就直接脱过了呀 白旗确实也没事干了 他不脱过 他能干嘛呢 他也不能去找你这 护士聊天啊 再往这走 聊不到一块去啊 活了算了 溜了 立刻脱过了 溜了 那个脱过也有点问题啊 这个也没有完全过呀 这东西是什么呀 过了 有味道哈 就没过嘛 嗯 你是先搬这个 还是搬这个 搬这个 我先搬一下 我搬这个 你还能不断我呀 先搬吗 都行吗 我在搬那个 先搬你不会爬两下算 是吧 那不会吧 这个 那你断我挡了一条 就举步来说 当然黑 就现在黑的 可能不会动手 因为就算吃了 白的外面 接用太多了 不便宜的 漆太紧 这肯定要断上来 这点点靠靠 黑的也受不了 对 所以这个度过 其实还是 没那么干净啊 但就说这个局部 其实还是欠着手段的 这个并没有完全 度过 对 欠半手期吧 至少 至少 真的 沾大厂 这个 黑棋是 潜力是 对 很广的啊 这已经形成一个 黑客帝国了 就是 这个就很明显 是一个 攻击与防守 对 这个黑棋真的是 比较开阔是吧 这个 只有眼可见的 只有眼可见的大 黑的这个模样很大 所以这个布局呢 应该说黑的还是 应该是 占掉优势的 对 嗯 嗯 黑棋这个下方 也没有刻意的 追求这个东西 黑的还是 其实选择了一种 让白棋出头了 黑的是不是会有 更紧凑 更好的下方 不知道啊 黑的这地方 白棋从这儿跳出来 应该还是挺 不错的形状了 能出头就挺高兴的 打散啊 这个局面打散一点 嗯 靠这个 你看在这个薄的局面下 白棋也不是一味的防守 嗯 还是要去跟黑棋 去战斗一下 靠在这儿 靠这个 黑棋实战 说实话 黑棋从这部场开始 黑的下的到 有点求稳了 黑的有点稳 有点减鸣 实战 但是它是扳在上边 嗯 我就跟你战斗 这个 能不能扳下边呢 扳你反扳嘛 嗯 打 吵 这个黑棋 怎么这么多 那么厚 我是不可以破斩啊 要爬你啊 爬你走什么 这么去 这也不能被我蒸了嘛 对啊 我只能吃 你如果尝的话就吃了 这里怎么够 你局部 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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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个好 你打我 骑 打我 沾 我就 没什么事儿 这个被你爬过 爬出来我就没办法 我只能拐的话 拐我就吃 就这块怎么说 我说只能 嗯 我干净这块是你要注意啊 对啊 这都算你的 这是无所谓的 无所谓 嗯 因为我立的话 被爬好像也不行 嗯 这我就吃啊 这三个 这这四个字还是 反正你肯定是可以 比如说算你 活是能活 立先手 走 不是能活 局部肯定活不了 你得往中间走 这黑棋就可以缠绕了 而且还有这块 起 非黑棋就可以一起缠绕了 我拆到这边 我拆到这里 做活我觉得还是不是什么 能安定吧 局部也不一定嘛 你就拆我打住啊 我立不是先手吗 三你先手 你得拖过嘛 嗯 我盯一盯 局部也不是活形啊 肯定得靠往外走 局部活不了啊 立先手 没有关系啊 你首先 也未必是先手 我粘的时候你爬这个 对 这会必是先手 那我现在先不理 我总是先 你先走 你更立不到了呀 你不立你怎么拆三呢 拆哪个 拆二呢 拆二你眼尾肯定是不够 就说局部嘛 嗯 就是要活也是往中间活是吧 真是立不到那一点 往中间的话 我肯定要缠绕 这白的我觉得 正常来说 肯定是支持黑棋的 这个 这三个子也是有点 有点薄 因为这里厚了 这三个子变薄 局部眼尾就受死了 那你搬下面的下盘呢 就是乱战 乱战呀 嗯 黑的为什么不敢战呢 黑的可以战呀 黑的可以战呀 可以战呀 可以战呀 这盘棋呢 呃 这个小将 这个王兴昊 04年 比刚才李维新还小哈 但李维新 你看那盘棋 他就是处处求战 这盘棋 呃 从目前两个局部来看 黑棋 是有一点点 是有点优势心理了吗 反正这个 他不战 我觉得形势 肯定我也是喜欢下黑棋的 因为黑的局面 还是广阔 对 他的效率呢 看上去就是挺高的 所以他不战 也是对自己这个子孝的 一种自信 嗯 也可以啊 但是战呢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也是风格吧 对 王兴昊 因为现在也是 也是 大家寄予厚望的一个 呃 新锐棋手啊 对 嗯 顶了针 然后再补回来 这真的很稳 嗯 对啊 我说句实话 这白棋一手棋 能像是这样 白棋真的很满意 对啊 这个白棋 两这两边 安定了 还还带着一些木术 本身这一手棋 它就绝对的 大厂的价值 等于说白棋活 活在了大厂上 所以最高效率的 把自己的一块儿 孤棋给处理好了 嗯 这个 已经是 想不到 比这样处理 更好的 更好的图了 所以像这样 白的肯定是满意 黑的如果形势不错呢 就是之前 确实还有点 这个资本 就是之前上面 我觉得黑的下完局面 会好一些 嗯 是 吃完一飞 嗯 也是成功 现在也是一种挺常规的手段了 白棋这么出头 嗯 这是一种棋形吧 坚硬的 嗯 嗯 一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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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啊 白棋这里就拖鲜了吗 还是靠 拖先嵌个东西 这冲没连上 对呀 但冲这有个小结是吧 也奇奇怪怪 靠应该算是先手吧 它靠一下是 整形啊 这地方是这样的 这地方一个刺有问题啊 有跳这个是吧 跳完冲段 走这个 我先不知道先什么 都行吗 先断哪个 跳 我就先冲断吧 直接冲断里边 直接冲断吧 它不能把脚上四个子气了 如果你吃这个就一跳 这里有跳 所以就是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你吃这个我打完退回来 只有一个靠 黑器不动手呢 也是自己确实还有弱点 但它靠断的等于说 就是补断 就是补断 那我不补 早晚嵌着的 它这里是嵌了一个 一个手段 对它就觉得我往外跳之前 我就得先把断补了嘛 对 这个逻辑也是说得通 嗯 黑这不长 黑这不长 确实我觉得跟这个长还有这个斑有点类似 它它为什么不积极一点 嗯 怎么知道 这明显还要这个拐的冲下来 就是我挑这个 你不是 比如说斩 那 那我不比长好啊 我如果长 嗯 不说还是有嘛 我就走嘛 对啊 你走我再补嘛 我感觉这个骑行或者效率不比长好一点嘛 就感觉上 对 是不是总感觉 顶一个会更积极啊 因为它下面是有这样一个 嗯 对吧 缺陷的 对啊 干嘛不利用它一下 你早晚得走嘛 得走一走 嗯 感觉上顶 顶是可以的话 顶它还是 效率高 是怕长 长我跟着你走嘛 它如果再挡住 你就走嘛 我觉得这个比长一个 因为长你跳出来将近还顶我什么的 这个不是感觉效率高一些 我是觉得这样好点 嗯 有可能 这也是他一个判断吧 这不围的大点 他判断 看怎么形状好 这个就是比较 呃 稳 稳啊 所以我说这个 挺稳 他这有几手棋 就有点求稳 嗯 跟刚才李维琴的感觉 玩反过来 刚才那个 他可能也是 他下的太过于积极 这个 黑的招招求稳 你不能说这步骑它 形状不对 它也肯定是一个正常的骑行 啊 就是像靠的时候 你不能说搬那个形状不对 搬那个正常骑行啊 但就是说 在有更加积极的应对的方法的时候呢 他选择了一种稳妥的 是 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跳 黑气也跳 涂过 涂过 范天玉就涂出一个灵火 这个 分而至之 捞的也很猛 黑气啊 白气 一捞一边处理 对啊 先把这一片也捞掉 然后看你怎么来 这里你怎么动手 也不是很动手 反正你分断我就分断我嘛 无所谓的 但你分断我这地方利用你的味道 我可能活的也会比较舒服 其实这个也没那么重要 嗯 他拖过之后 这个子其实 看轻了 问题也不大 嗯 黑的重点确实 这个下法方向还对的 这个总得围围围 这个如果 这边没有好的手段啊 也就只能这样去围这个空了 再大本营尽量的去扩张嘛 不 黑的形式应该也还不错 围的还是挺大的 前面还是有一些本钱呢 是吧 反正感觉上这个整个的下法 白的还是稍微有点 退让的 在这儿 机型不错 双方 这地方白的欠一个 这得虎一个吧 这不欠个段 对 这个得补 它是补在这儿 补这个 嗯 那就刺掉 嗯 这样上 这黑的就走啊 对 飞 联络 联络 嗯 我觉得还是黑漆好下吧 看上去效率挺高的 还很大 这边出了一点头是吧 所以这里出了一些头 这个 这一带还是 是空还是黑漆的 基本上就这么定型了嘛 这个地方就是你好像贴完也不好 往里搬 搬我要断 嗯 所以基本上到这条线上 黑的应该都是空 嗯 这个 这一带出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出 是吧 嗯 这里不知道怎么出 是 尖的话就靠住 对就靠住 你贴的话就搬 也不敢搬 不敢搬 嗯 这不是那么好出头 这感觉白漆还得处理啊 这个 这个黑的说实话已经很糗了 我这个 能不能把对能不能来建设 这个确实挺想抢的 你能把我吃了 你你联络我联络吗 我就 就连我也连 黑棋 黑棋确实是有点优势意识的感觉 真的稳 是不是 嗯 其实这个 可以抢 这个不怕吗 这个为什么担心什么呢 不担心 再来蓄意不利 那你总是要补的 嗯 嗯 但这两个交换 实控肯定是还是亏了 嗯 但它这个 就得发力了 这个 再退让下去 觉得有点软 呃 它瞄着这个挖 嗯 非的话它瞄着这个挖的手段 那这个说实话有点看不清 但是挖白棋把这个 摆一朵花是吧 嗯 摆一朵花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飞的时候就瞄好了 你飞的时候就是瞄着 在这跟你站 这个战斗呢 就 就感觉没有这个那么简明 嗯 捞一捞 我觉得心里挺 扎实的 这个挺挺复杂的 他是不是也 即便把这个子啊 连出来之后 也是瞄着这一袋的味道 啊 这一袋 反正就是 白棋现在这也算被黑棋打了个烈性嘛 对 就看这怎么处理 把这里做做活 靠了力 对 一边做眼一边为黑棋的断念 黑棋得补断 黑棋先充这个 嗯 还是这么 这个 沾上 然后再去把 把这个子吃掉 沾上是准备脱鲜了吗 沾上 如果还要补断的话 我感觉不如虎啊 虎完沾感觉眼味好一些 沾上 还是要脱鲜 沾上只能暂时撑一下脱鲜 但脱鲜总是牵着的呀 嗯 脱鲜 脱鲜自己生也是很奇怪的味道 解冰点其实就糊了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他是现在打上来 那这个就是 炒 打上来 贴 还是要发力的啊 那就乱了 特别乱了 打结 再打一会儿 这个是结材 冲一下是结材 踢 点 好几次 对 现在点 粘住 哦 媒体补断去了 啊 他这个补断是先手是吧 下手 那可见 他点到 他是一个适应手 就是点本身呢 白旗是可以靠死黑旗的 但靠死黑旗结太多了 白旗为了结材便少 选择了这个粘 因为你现在跳 我这有个断 黑的应该也不太敢 跳 这跳本身白的也活的嘛 他现在黑旗补这个白旗 大 他就觉得大 这个太大了 一是大 二是消结材 因为这个旗很尴尬 你打嘛 你总不能沾嘛 这个结对双方来说 其实是有点 两手结的感觉 就是谁都消不了 不好消 消结很难受 消结只能继续打 对 继续打的话呢 你这如果不走 这个是个结材库 他有点受不了 而且这个棺子 本身价值很大 又大又来 用来当结材 他觉得这个 有点 所以白旗就 先逆收 先逆收 这个结呢 就先放在这 就打呀 这个结 反正我削 我把结材给削了嘛 然后咱俩就打呗 黑的棋也不棋了 那为啥不棋呢 黑棋为什么棋都不棋呢 提他是担心什么呢 难道半斤白棋走过来 半斤白棋走外面 黑的棋没有合适结材了 是吧 这个上面冲了提 冲肯定是提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打结 一打结就是比较乱 嗯 这一台 这很猛 这家 嗯 这还要搞 那从棋心上来说 推一推 那挺好的 压过来 白棋也 连不上啊 是吧 连不上 如果你 你要完全连上 你就要挤完猴 但你挤完猴的话 他这先手一只眼 黑的已经先手活了 黑的 黑的其实 嗯 他就看成先手破空 不就行了吗 他不是把白棋空给打穿了吗 然后 如果能获得一个先手 再去把这中间 飞一飞 围一围 黑的形式就还不错呀 这个很 这是不肯放过白棋啊 对 他觉得就是 要跟你打 让你打结活 现在这个什么情况啊 这块白棋没活 但是黑棋这一串 黑棋这一大块 那我夹我出去了 嗯 如果说这个是 如果说啊 黑棋把封在里边的话 倒虎一个是活棋 是 但要花手棋 等你走的话 我就后手一只眼 我如果这有一只眼的话 我就已经活了 嗯 嗯 就是刚才 下面有一只有一只眼 有一只铁眼 有一只铁眼 只要是有早就活 所以这块就大问题不大 但是家的话 有问题 自己这块也有点看不清 有点乱 这样挺乱的 那这块也没活进眼 挤一个这么没眼了 没活呢 那这两只盒就算是 挤这个 嗯 为什么要挤这个呢 挤完了再沾 这一带有点眼花缭乱啊 这个中盘战斗 不是他为什么不先 不挤 挤为什么能挤到啊 这是我也没 挤为什么能挤到 我冲你是准备反打是吧 这个结你能跟我 你能多挥上来跟我打结啊 如果这样的话 顶这个 这不能吧 这也不能断上来吧 那我没看懂啊 这白的不是感觉 很裂开吗 这个断上去确实是 不敢 下不出手啊 那你怎么你打这个 打结不就跟你打着玩呗 这黑的结不是很轻吗 对 那黑的也没有问题啊 黑的有什么问题啊 黑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我感觉白的不是感觉快 这挤为什么能挤的 啊 他就是直接冲黑的一沾 白的出不去了就挤 白自己跑着跑不出去的 他得有了这颗子 他这样才能靠出去 靠的顶出去 这要多一颗子啊 这个幅度会 我不让你在这多个子啊 为什么让你在这多个子啊 我打进去啊 这确实这个结 要这么开结的话 黑棋总没什么怕的理由吧 你这么开结你还不如我算你把我吃了呢 你沾完你火我就沾完 铺了打了打下去 我算你把我进吃了好了 你是不是这不能没了吧 嗯 这个地方的手段完全根本就不能考虑的呀 刚才我如果沾 我就 走啊 我就这个这样的话 就摞一圈 我摞完一圈下来 这还下 这白的还下啥 我摞完一圈 我就不下来 我提音节里边也搞不清 我就先下来 你还得补一手 对我们说的是这里 就说这里如果说白棋要这么分段 完全不可能啊 嗯 这个这个铺了吧 铺了厚一点 这肯定对 铺嘛 铺全部给你紧住 这个 这个你全 这个 这管下去 管下去就行了 就把这 拿不就弃掉就可以 肯定可以啊 太可以了 哈哈哈 我先手呀 这不还该我下吗 我这个还吃不掉你啊 哈哈哈 这李玄豪说 这不是 刚才那期我随便吃吃的 这还该黑起下 这个这个 嗯 这个不成问题啊 这吃了还下啥 这个我吃的比你吃大多了 这本来都是你的 那按说这个 挤不到的是不是 这为什么能挤到 这肯定挤不到啊 嗯 实际上是挤掉 挤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呀 哈哈 这为什么能挤到 那我们这里看错了什么吗 实际上挤到之后 现在白棋呢 就有优势一时 这东西太软了 我觉得前面好好几手棋 它什么都有优势一时 有可能 我这个看不清 咱们不说这好不好 这个棋的变数明显就多呀 嗯 这样多了一颗子之后这个 这这都是未定型的状态 这是断 断点啊 各方面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都忙忙多 刚才我打进去 咱就这个一个因素 你来嘛 你不来那说啥呢 那你来 你来我不怕不就完了吗 现在这个看不清 这完全看不清 这难看清 这得打结 这乱了 这个顶出去 就这么冲出去了 这谁看得清 这双方各种都乱冲 双方都在往外拱 这看不清 这不知道谁好 我是觉得刚才姐打的时候 白的这其实还怎么下呀 再长 白的能行吗 点掉 点掉再冲 哎呦喂 这挡不住啊 挡不住 是吗 能不能挡住 硬来 哈哈哈 感觉很危险呢 硬来它可能是 我觉得是这个结的问题 硬来的话 白旗可能打完了 这个 虎一个沾上 然后直接给你开结了 这个结材本身结材很多 结材可能有点结材多 因为我 你现在得拐这个吗 我拿打当结材 我打完这个冲当结材 嗯 冲你到底是吃 命令性 你得吃吧 你冲 你不能沾这儿吧 你如果吃的话 这断打又是结材 结材走完之后 主要这个结打完之后 这先手断开 这块没活 有可能把自己绕进去 你就都不是结了 对 你就全盘没结了 这个结太大了 我把你结一削 这地方一冲完一打 这块旗出问题了 对 就这个结如果把 从这里断打吃过来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结下变得很大 对 跟你黑旗自身的死活有关系 黑的这个断是先手 就是打这个结是 不光是这两块的结 还有这块旗的结 嗯 这块都没活 所以其他这些 已经不是结材了 所以现在就是哪怕 本身骑行是可以挡的 也不敢挡了 因为有结材的因素 挡住的话 白旗结太多了 所以他退了 实际上是退了 所以只能退着走 对 退着走 然后白旗再冲这个 再退 嗯 什么样的是 乱 乱战 嗯 太乱了 现在这个 这一串白旗呢 局部是个 只能打结 打结 但是如果这个也打赢的话 这一串黑旗 是不是也 好 这边有断 这里有一段 但是我打结你断不见的是结 你断我消了 这整串 黑的便宜不便宜 难说呀 是 反正这棋就得打结了吗 哦 现在就开结 现在就开结了 开结要看一下这个结材 都没什么结 反正这个 反正这个是个好结材 这个打印 嗯 这个得粘住 这个必须要粘住 啊 这黑的就退让了 断了 就退让了 没结了吗 这个肯定就妥协了 你断我 提双方转换 找不到结材了 只有这个提了以后 被他一粘就全死了 是吧 你下面下面冲 我这 好 这个 这块不活是吧 不是你 我 你这个不管了 我说沙大龙呢 我 我不要了 我沙大龙 我把你这吃了 你把我吃光得了 我都便宜了 这边什么断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要是敢冲 我就冲了打 我还有两枚材 就这个这个什么气不气的 都不要了 你怎么跟我打 你也不好意思沾吧 你沾我一击 你也不好意思 你这也不能找啊 对不对 你没结了 也没结是吧 黑漆也没结 白漆也没结 白漆有什么结 团一种 团都不是结 对吧 团也不是结 烂的 你不能硬 你怎么硬啊 这种冲 你都开上来了 你还冲 我一粘 没用 那这没结了呀 没了呀 是吧 就这个 这个是不是结 这个我如果把这个拔了呢 你拔了我这一双 我这有断 你是不是得补啊 你如果走那我不说了 我再断回来 我不比实战强了三十目 我补一个 补一个我能不能把你这块杀了是个问题 再有一个后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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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 这 这截我不把他去 那继续打了 不是 我现在挤一个 是不是先手啊 是又如何呢 我先手眼 我这边先手眼 下面还做不了一个眼吗 你这不有结吗 这个结啊 开这个结啊 挤完铺 不知道 你底下是 不知道 还是有点风险 黑棋有点风险 那不知道他实战这个 对就有点风险 实战这个 这得看判断啊 他如果觉得够了 那他就不说 你如果不这个结是结材 如果能够把它吃掉的话 那当然大获全胜 但是万一吃不掉了 是吧 是没吃掉打结继续打结 这实战的下法 他如果觉得够了 那也是 不失为肉稳妥 我怕他不够 那就是他的判断 他这个断完挡住 这个是稳妥呀 这个稳是真的稳 这个双方确实都看清了 就这样吧 够不够呢 断的时候提 然后黑棋是挡住 是吧 对 那就是马上就 那棋盘一下变小了 那够就是够 不够就不够 没什么变数了 定型了 不一定够吧 没点 不知道 这个都是必然的呀 夹 嗯 继续夹 他为什么打都不打 打哪个 打哪个 黑的呀 嗯 那黑棋肯定是对自己的形式是 这个没打上去 一定是对形式 不是 有所 你打 打一会儿不亏 打着玩不行吗 也是啊 不行你再沾回来 不行你沾呀 打都不打了 那黑棋一定是觉得自己赢了 这种下法一定是觉得自己赢了 那赢 但你到底赢不赢不好说 赢 所以至少从下法来看 来推断他 赢吗 是认为黑棋自认是要赢棋的 他 打 打着玩打呀 不打了 走什么枪 挤一下 都过 加 好 这走完 这看得起 走完总是要跳的吗 然后再跳回来 再跳回来 这锅数挺大的 是不是很细呀 这棋 还就可以 诶 点捏 绝不可以点你啊 我把你点回去 对吧 我就挤决先嘛 你只能这样 就说如果挡的话 这个挤一下 死了 挤完一段死了 我点你只能沾 我渡过先说 棍子 很刮 很刮 刮的没末 渡过 渡过肯定是大 对吧 嗯 都不会说 吃 沾 没事 啊 这都是黑棋的 这是黑棋的权利 那这黑的是最好的想法了 对 对 通出 点了 用上你这一招 这新手 对 舒服啊 对 这个白棋 这个便宜到了 嗯 舒服 嗯 打一个 不断 嗯 厂 很大 大 这棋其实不复杂呀 这些棺子 收的还挺清楚的 中央这个定型之后 这个棋盘就变小了吗 对吧 所以它这个妥协完之后 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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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对 就是没有什么变数了 那到底是赢是赢呢 哈哈 有时间判断点目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 大概点一下 感觉是比较细 充掉 六十二摆的 嗯 贴不出目吧 黑的六十 贴不出 几目 排面几目 六十二 六十六 好像 差不多 大概 那才四目啊 四五目 五六目 四五目 哈哈哈哈 那你四五目到五六目 六目也不够啊 不够 就是因为上面这地方 还有些没定型的地方 我是上摆去挡了一个 我不知道挡一个是不是最大的 挡住 那就挡了 嗯 我感觉 我想贴出到八目 我是没点出 有点累是吧 我是没点出来 刚点的比较快 反正感觉上是 点不出八目 反正是 踢掉 排面肯定是黑的要好不少 但是 八目是没有吧 那这个 那黑戏当时的这个选择 判断 是吧 或者说他也就是没办法 那个图 还是没看到这个好 这个好手 这个好手 要比想象中 要便宜三目七八 都不便宜了三目嘛 那还是 如果说 如果说没看到这个棺子便宜的话 如果白戏没走出来这个的话 那个 我当时是不是也读秒了 打劫的时候 有可能 对 还也不会去看这个 看这个 我就不会就看的 但他要做形式判断的 确实如果这地方 给自己点成木的话 百亏三目 嗯 那也挺大的 三目七呢 这也没办法 这人家全力看漏了 其实前面黑戏 已经有很多机会 对啊 那黑的不一直好吗 嗯 我是觉得挤上来 我打你 你这气 我感觉要解输了 哎 做哪个了 顶住 嗯 真顶过来 嗯 真 嗯 后面还是收了很多手啊 夹住 夹住这有一点 嗯 反正点完一小间 他们是收完属齐了 做什么 冲一下 嗯 贴不出来吧 我觉得 贴这木 贴不出来 搬 扔 扔掉 哎 用来扔掉 扔掉 扔掉节材 细腻 这个挤掉 挤完它顶是吧 扔掉 扔掉 嗯 嗯 上面的 这个 这就棋盘越来越小了 基本上就 就行了 嗯 如果你刚才这个 呃 这个点木 到后来好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 没出入啊 对啊没有那么大的出入啊 没什么感觉上是 你要是六七木的话 可能还有点细 没有 四五木就不细了 不细吧 嗯 吃在这儿 嗯 后面还 我看它又进行了很多手 要把玩吗 哦 说完了 对 没什么关子了 说完是吧 好 这找不着 对 这个手术太多了 挤一个 挤这个 都打僵了 嗯 这都是打僵 冲掉 好 这个挤掉 把这个挤了 上面冲掉 嗯 半粘 半粘 嗯 这个 后手两木 嗯 就没了 就没关子 这盘面几末 上面打一打 嗯 嗯 你准备再点一下吗 好 黑的69 嗯 70 70 把这个打掉 基本上就是一些 这个一两木的关子了 盘六吧 盘六啊 嗯 有可能 没什么关子了 嗯 把这个打掉 最多盘七 撑死了 嗯 最多盘七 撑死了 嗯 白棋啊 是获胜了四分之一子 也是这个最小差距的胜利 最终我看看谁说后 他没有说完 上面没有把完单关 嗯 反正就盘六盘七 盘六或盘七 是吧 对 就看谁说后 是 这盘棋最终 这个范婷玉九段 应该可以说逆转了 我觉得这盘棋 是不是 这后面黑了 手软了一点 我觉得和昨天那个 他逆转连校那盘有点像 虽然就可能说半幕还一幕半 但是他这个断完之后 好像就 没什么变出了 嗯 关子没出了 没亏 虽然很细是吧 关子没办法 虽然很细 可能还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摇摆 因为他只是个半幕生父的 大家可能只会说 可能本来 输得再多一点 能收成这样不错了 我觉得 对 就是感觉中间可能 本来是 黑棋有 什么地方还是有点手软 应对有物 有物 所以前面黑棋其实 一直是一个 还是有优势的 是吧 很多东西都挑解名的在下 然后这几的时候 我觉得是个大事物吧 我是觉得是打上去 很简单嘛 对 没什么不行 这里被白棋冲出来之后 乱了乱了 成为一个结征 这个已经乱了 对 就乱了 这个找结会不会有更好的办法 我也不知道 不好说 好 那这盘棋呢最终也是 梵婷玉九段之白 以四分之一子 战胜了王兴昊七段 那么也是进军了四强 那么明天呢也会 我们也会直播这个四强的比赛 希望各位观众到时收看 那么今天也谢谢丁丽老师 和我们一起来欣赏两盘精彩的对局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